《金川龍鳳佩》主要是有唱、有做、有打 有一場楚子玉的文武生扮鬼魂的一段主題曲 當年祥哥也放了很多心機 那段主題曲應該是好好聽的 《金川龍鳳佩》我這個角色叫楚子玉 整套戲這個角色的人物跨度比較大 由將軍到後來變成一個失敗者 再變成一個落草為寇 這對於我們演繹方式來說也是一個挑戰性 《金川龍鳳佩》我飾演金鳳公主 她的愛人就是楚子玉 因為她在戰亂我們以為她死了 她也希望拿回她的鞋骨去戴祭 好好去臉壯她 但是整堆骷髏骨那怎麼找呢 但楚子玉原來她是有一個金額在戴在手裡 她就憑這個去記影 以前我們的演員是會真的擺一堆類似骷髏骨的東西 這次我們應該會是做一個虛擬的方法 用我們的新段去表演 看看這個 這個不是的 又再去抄 《江水王 夜祭珍妃》 最特色的一件事就是清裝戲 看粵劇也不是常見 那我為什麼要擺一套戲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她《夜祭珍妃》 自己去拿捏的 由慈禧太后一首去幫她安排 那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作不了主意 所以有一段主題曲 怨恨無惡後 記翻步驟不能為我睡憂 我希望可以唱到前輩的神髓 珍妃這個角色對於我來說的挑戰 首先是整晚要穿清裝和穿單紙鞋 因為單紙鞋的台補 跟我們平時穿的手髮鞋是不同的 所以對我來說也是另外一個挑戰 我覺得最有挑戰性的就是光水王的慈禧太后 因為自己是未曾接觸過這個人物 希望能夠盡量去演繹到 這個這麼重要的 這麼有代表性的慈禧太后 新馬斯珍名劇展 金川龍奉沛 10月23號晚上7點半 10月24號晚上7點半 光水王夜祭珍妃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一連三晚 四套新馬斯珍經典戲寶 把握機會 快點買票 到時見了 五個個人 五個 커피 AY みたい